希望你们可以自主练习 然后练习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 我会帮你们把段落分起来 要对前拍戏分段练 请讲一次 好第二件事情 拉错 迈拍摄 一定要先让它练好 刚才预议你的改姿法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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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姿法又是旧的姿法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 然后还有你们几个音笋 你们几个音笋都会跑掉 特别是那个 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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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一拳记到哪里呢 程式部就在这个 两次都会准 就是有三拍长音那边 一个在线部是那个 98 97 96 96小节那边 中体跟大理准这也有音笋 然后程式部就是一样的东西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对 一样 你们这两句的音笋要多花时间练 然后跟后面的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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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们在团练的时候 自主练习的时候 這種東西你就左右兩邊拍誰 就是說你跟大家說 同學可以讓我練一下 你就自己去練一個 知道嗎 因為你一定要練到好 然後你的同學為什麼要在那邊等你 因為我們練琴大家一定都會這個樣子 在家練琴的時候 自己練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合作會有問題 大家有這個經驗嗎 你剛剛是都有啊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都看過很多次了 是一定的 所以你自己練琴的時候 你要練到很細 但是合的時候你要有經驗 就是同學在幫你增加經驗值 就是你要知道說 我跟他合的時候 我如何在合作的時候保持我要練到的樣子 好不好 這就是大家一起自主練習的要點跟意義 知道了嗎 那明天你們的話 約好